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吴明官宣杀青 王一博笑得很开心 梁朝伟拥抱小女孩很暖心 前段时间 王一博一直都在上海为电影《吴明》紧张地拍摄 一连一个多月都没有出现 让很多人都对他的作品期待不已 而与此同时 围绕着他的传言也不少 还好后面王一博亲自出面打破传言 并且公司也发布了声明 才让此事平息 现在王一博已经开始了其他工作 而吴明也在万众期待声中杀青了 根据吴明官微显示的消息来看 此次官宣杀青 也结束了这部电影长达115天的拍摄 正式转入到后期工作中 此次官方发布的三张照片 还是和之前的海报一样 采用了黑白色 非常有故事感 一张全场工作人员的大合照 大家笑容满面 凸显团队精神面貌非常不错 梁朝伟在现场非常暖心地拥抱了一个小女孩 应该是和他在电影中有很多对手戏 拍摄这么久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 看得出来他和小女孩都非常不舍对方 并且眼神充满了宠溺 据悉 王毅博是提前几天杀青 所以在大合照中没有出现他的身影 官方曝光的照片中他笑容满面 辛苦了这么久终于结束了工作 开心之情在脸上都看得到 此次照片中的他笑起来似乎像变了一个人 引起不少人的热议 和之前与梁朝伟同框海报中的王毅博对比来看 那一张表情严肃 这张笑得这么灿烂 确实很能展现出他的脸富有故事感吧 吴明除了目前已经曝光的阵容 还有很多工作人员没有官宣 该片讲述了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 用生命与热血保卫祖国的故事预计2022年上映 看来大家可以开始期待了 读者朋友们 你们看好这部电影吗 会为了谁而看 吴明官宣杀青 王毅博法令文身孝得很开心 梁朝伟拥抱小女孩很暖心 前段时间 王毅博一直都在上海为电影吴明紧张地拍摄 一连一个多月都没有出现 让很多人都对他的作品期待不已 而与此同时 围绕着他的传言也不少 还好后面王毅博亲自出面打破传言 并且公司也发布了声明 才让此事平息 现在王毅博已经开始了其他工作 而吴明也在万众期待声中杀青了 根据吴明官微显示的消息来看 此次官宣杀青 也结束了这部电影长达115天的拍摄 正式转入到后期工作中 此次官方发布的三张照片 还是和之前的海报一样 采用了黑白色 非常有故事感 一张全场工作人员的大合照 大家笑容满面 凸显团队精神面貌非常不错 梁朝伟在现场非常暖心地拥抱了一个小女孩 应该是和他在电影中有很多对手戏 拍摄这么久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 看得出来他和小女孩都非常不舍对方 并且眼神充满了宠溺 据悉 王毅博士提前几天杀青 所以在大合照中没有出现他的身影 官方曝光的照片中他笑容满面 辛苦了这么久 终于结束了工作 开心知情在脸上都看得到 此次照片中的他笑起来 似乎像变了一个人 引起不少人的热议 和之前与梁朝伟同框海报中的 王毅博对比来看 那一张表情严肃 这张笑得这么灿烂 确实很能展现出 他的脸富有故事感吧 吴明除了目前已经曝光的阵容 还有很多工作人员没有官宣 该片讲述了地下工作者们 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 用生命与热血保卫祖国的故事 预计2022年上映 看来大家可以开始期待了 读者朋友们 你们看好这部电影吗 会为了谁而看 吴明官宣杀青 王毅博法令文身效得很开心 梁朝伟拥抱小女孩很暖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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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